李铁23点决战日本国足三大王牌或首次亮剑 于大宝张熙哲不能再用了 大家好我是胖周 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胖周来球 今天啊胖周跟球球员的咱们一起来聊一下 国足即将迎来的12强赛 第二场比赛与日本的这场球 那么这场球呢将会在北京时间的9月7日晚上23点将会正式的开打 那么这场球说到国足我们堪称是一场生死之战 所以说这场球能不能拿下就看李铁他能不能用好他手下的几张 还没有出场过的王牌 以及李铁能不能果断弃用在首战澳大利亚比赛中那些不太好的球员 那么首先来说在首战澳大利亚比赛中究竟哪些球员表现不太好 那正如胖周刚才视频开头所点名的这两位球员 一个是于大宝另外一个就是张熙哲 那么可以说于大宝首先来看的话 其实他算是我们中户位这个选择上最差的一个选择 那么李铁在首场比赛他可以使用张立鹏 可以使用李昂也可以使用高准域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排在前三顺位的球员都没有选择 他选择了一个最差的排在第四顺位的选择 他使用了于大宝 所以说让李铁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其次就是中场这个位置上的张熙哲 我们知道张熙哲与澳大利亚这场比赛 他只踢了46分钟就被李铁用好几米换下去了 那么这就足以看出他对于张熙哲在场上 形同梦游般的表现是感到非常的不满意 而且张熙哲一直以来都是身穿国足10号的战袍 但是目前来看以张熙哲的能力 是很难驾驭这点10号球衣的 所以说呢我个人感觉与日本队的这场硬仗 或许张熙哲这种打硬仗实力不太强的球员 不如换成郝俊敏来首发出战 会更为稳妥一些 所以说与日本队的比赛 或许郝俊敏有望能够取代张熙哲 成为国足的中场大脑 那么说完了这两位不能再用的球员 再说李铁还有三张王牌 还没有亮剑过世欲赛的12场赛 这三大王牌分明是谁 首先第一个王牌那就是阿兰 那么作为昔日的欧联杯的最佳射手 这名昔日响当当的欧洲赛场 证明过自己的超级射手 李铁不用说实话任何人都想不通 那么如果说第一场比赛打澳大利亚 你不用他让国足全场一次射中对方 门框范围内的射门都没有 如果说第二场比赛 你还不吸取教训 还不用阿兰的话 那么李铁 那么必将会再遭遇第二场的重创 所以说第二场比赛 我建议李铁一定要果断的启用他这张王牌 其次第二张王牌是谁 那就是洛国富 对不对 洛国富虽然说整体的竞技状态 与三年之前的洛国富 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是在今年我们看到洛国富 在瘦身完成之后 也是比去年起码状态有所回升 而且在广州队踢球期间 洛国富被卡纳瓦罗改造成为了一个后腰 在场上表现的也是重规重矩 能够成为球队的一个万金游 或许可以考虑启用洛国富 给我们国足公输两端带来一些改变 如果说首发 那么我建议洛国富可以踢后腰 如果说替补 那么洛国富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风险骑兵 所以说像这样一个万金游行的球员 确实可以成为李铁 他在决战日本时期的一张 绝对的杀手键的王牌 那么紧接着第三张王牌 是我个人认为绝对的本赛季在中超赛场上 涌现出来的一个超级骑兵 那就是来自于山东摊战队的郭天宇 那么身高达到1米92的郭天宇 他在个人的强点投球能力上是非常的出色 本赛季的中超联赛 曾经立压多支中超球队的外援中后卫 是吧 直接投球破门 就足以彰显了他空中对抗能力 以及腰腹力量的强大 而且呢 郭天宇除了投球出色 个人的百米冲刺速度爆发力也都是非常强 个人带球狂奔的能力也很强 对吧 他并不是是一个传统的那种 像董学生杨旭那种站桩型的中锋 他是一个能够带球突破类型的中锋 对吧 像当年的德罗巴 是吧 阿里尔卡那种感觉 我们看到首场比赛 阿曼绝杀日本的那个球 就是靠着门前抢点放门的 所以说呢 这场比赛 我们国足如果说能够在边路 多进行一些边路的尝试性的传中 中路由吴磊和埃克森 在禁区内游走 形成牵制 而郭天宇在后点包窗 没准能够在门前捕获一些破门的良机 所以说呢 我们在场上增加了这样一个高点 就能够增加一个 一锤定音杀死比赛悬念的一个机会 所以说呢 郭天宇这场比赛一定要重用 用好了他 没准能带来奇迹 所以说综上所述 上述于大宝张细哲这场比赛 或许大概率将会无缘首发 而阿兰 洛国富 以及郭天宇三大王牌 将会有望 亮剑这一次与决战日本的比赛 再次我们也是期待着李铁能够总结教训 吸取经验 取其精华 取其糟粕 能够充分的扬长臂短 臂急锋芒 做好田地赛马 在与日本的比赛中 能够一击至低 拿下赛分 我们也拭目以待 好了那么本期的胖猪聊秀 大家先聊到这 喜欢胖猪的别忘了点关注 胖猪我听听听 聊段球 别忘了 滚 1 3 5 5 5 6 6 6 7 7 感谢观看